近日由国际才艺协会主办美国重信天意集团独家冠名的国际青少年才艺大赛在洛杉矶隆重开幕 本次活动旨在挖掘优秀青少年为其提供更高更宽广的国际性舞台 也为青少年儿童提供互相学习展示的机会 国际才艺协会致力于为新一代具有才艺天赋的人才提供国际化平台 依托自身先进的培训体系打造国际化标志性才艺人物 创造国际间的交流机会为挖掘培养少年儿童的才艺天赋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看到了很多孩子非常优秀非常impressed 我们将会给孩子们提供更多国际性的机会到国际性的舞台上去展示他们才艺 协会的触角同时延伸到世界的各个地区 如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本届在洛杉矶举办的国际青少年才艺大赛 共分模特类 声乐类 舞蹈类 乐器类 语言类 其他类 包括武术 体操 魔术等共六大类 每个大类分三个年龄组 本届比赛吸引了200多位选手参加 评委阵容也是十分强大 中外评委共11人 其中包括好莱坞导演 制片人Fred Grant等 经过比赛赢出58个单项奖和3个全能奖 以及6个优秀团体奖 在本次大赛中Star International的设计师服装秀 和少林功夫禅学院的功夫表演 并列团体赛第一 个人全能冠军由Unistar的Hansen Out多德 亚军由新工厂的Eric Chang获得 并获得500元的奖学金 我们媒体平台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给有各种才艺的小朋友 来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让他们来展现他们自己的才华 希望对他们将来的学业有所帮助 也希望他们今后的学业中 能够从事他们喜欢热爱的工作 美国城市卫视晚间新闻 洛杉矶采访报道